Vider 我有發現你設計的這個空間 它空間的豐富性還滿棒的 就是每個空間 每個區域 或那個空間的用途 滿多樣化的 我們現在在這個區域 它是一個多功能的一個休閒區 主要的目的有兩個 第一個來講 我們就是作為客廳的 它的一個輔助的一個取居室 那第二個目的是 這個屋主他特別提出來的一個要求 他希望有個空間 可以讓它晚上可以放鬆的地方 聽聽音樂 對 聽聽音樂 包括它有一個長久的一些習慣 可以平酒 所以它等於把它的這個 烘酒展示區也整合在這裡了 對 我們把展示跟收納的功能 做一個結合 對… 那我們也把這個區域跟書房 去做一個結合 那書房我們是採取一個 開放式的一個空間 希望把書房後面露台的一些 採光跟利益的部分 用借景的方式 把它帶到這個空間來 那現在也可以看到你後面這道牆 因為這畢竟是一個放鬆休閒的一個空間 所以我們有把一些夜店的一個 一點點的一些元素把它帶進去 有 那種Lounge Bar的時尚 對…我們用一個墨鏡的方式搭配珠鏈 把它那個華麗感做出來 其實你在那個書房那個書櫃的部分 也有一點現代時尚的元素 對 因為我們希望在典雅當中 有帶一點現代的一個元素進去 所以我們在牆面來講 用西班牙進口的一個復古磚 來把那個典雅的一個感覺做出來 對 那在相對在書櫃的地方來講 我們就是用一些不鏽鋼板 搭配白色烤漆的東西 把一個未來感的一個東西帶出來 我覺得這兩個空間是二合一喔 對 包括視覺上來講 它無形當中就把你整個縱深拉遠 除了我們兼顧到一個使用跟美觀之外 其實我們在這個一個視覺上來講 我們也是還滿注重這一塊的 容我再提醒大家一下 我跟Peter前面這一塊 原來應該是走道空間 對 現在又被你很巧妙的用在 打散在空間裡面 給我們來各自應用 對 所以你不會覺得 它是一個動線的一個走道 它其實只是 可能是在一個休閒多工人區 就把它一個消化掉了 沒錯 對… 其實既然我們走到這個地方來講 它又有一個機關存在 什麼機關 對 因為屋主當初 它對這個公私領域的一個界定來講 它還滿注重這一塊的 所以我們在走廊的兩端來講 我們有做一個 隱藏式的一個拉門 讓這個來訪的一個客人 很明確的知道說 公共區域的空間是到哪裡 那裡面比較私人的空間 除非是今天經過屋主的一個邀請 請他進去 他才可以到裡面參觀 不然不行對不對 對… 可是我要跟你說 你的門藏得還滿好的 我其實沒有看到也沒有發現耶 是 我們是可以把它拉出來 讓你看一下 有 看到軌道了 是… 那我們雖然是有一個阻隔的效果 可是我們也不希望 它是一個很封閉的一個感覺 所以我們是用一個 鏤空造型版的一個方式下去做 後面有加了一整面的玻璃 對 讓公共空間的冷卻 不會跑到一個裡面去 我覺得這個還滿棒的設計 對…還滿貼心的 貼心啊 是… 我們可以進去看看了嗎 這邊應該是主握空間了 對…我們可以到裡面的一個 私人空間可以看 那我下次得到允許可以進去了嗎 OK 請… OK 所以這邊還有一道 還有一道門店嗎 對 這是一個主握房的一個 入口的地方 對 哇 好棒的一個更衣室喔 我覺得是很多女生的夢想 而且它的那個空間好大 寬敞舒服 是 有時候 夫妻的一個生活習慣會不一樣 那它希望說每個空間都是可以 一個獨立作業的 對 所以我們把它做成 第一個就是進來的地方 是一個取居室 這邊 對 那把睡眠區做在這個地方 那中間我們利用一個旋轉的 一個電視櫃來 然後來作為一個空間的一個界定 那相對電視來講的話 你可以在取居室 也可以在這個床鋪這邊來收看 OK 你這個電視這樣旋轉的做法 我個人印象很深刻的是你的美背 是徹底的美背式 對 我們用一些這個火焰的玻璃 然後去用一個特殊烤器的一個方式 把它做一個美背的裝修這樣子 那再進來的空間 就屬於一個閉帽間 好棒的更衣室還有電動門 我們以電動門的方式 來作為一個入口的管制 好棒喔 對 那我們衣櫃進去呢 我們是以一個 精品服飾店的一個方式來做 那相對的我們的一個化妝桌來講 我們也可以把尺度拉長 可以讓男女主人同時間使用 對 在時間上來講不會耽誤 對 那我們因為要尖進去 更隱密的地方 我們也預留了一個 主堡的手勢這些的一個收納櫃 保險箱的位置很重要 對 所以我們有一個 比較一個坐隱藏式的地方 主要就是讓它將來把一個 保險櫃的一個位置 對 對 對 所以Peter 我覺得你今天的這個空間 讓我除了看到空間感的規劃 是豪宅的氣勢 空間的精緻度也是豪宅的等級 但是其實很多細心跟實用的部分 你比屋主還貼心耶 對 其實完成以後他們來看 他們對這一部分來講都還滿讚賞的 真的喔 對 對 你比他們更在乎他們的實際使用 我是覺得設計師來講 你本來就是要比屋主想的東西 要更多 更廣這樣子 OK 對 對 整體空間除了講求舒適度 井然有序的機能配置 也說明了喉嚨原設計師 優越 體貼入圍的 兼顧到每個細節 讓紓壓的空間當中 增添了華麗的美感 蜂蜜海